我觉得陈丁飞委员应该先去问一下蔡英文主席 他赞不赞成按赖指纹 先从国人开始做起 如果民进党同意这样的做法的话 那再来讲说陆克要不要按赖指纹 整个来讲 其实你说陆克来台湾以后 会不会有治安事件呢 难免总会可以找得到一两件吧 未来一定很长的一段时间 你绝对可以找到 我用负面表例的话 一定可以找到类似的例子 可是如果你从大的角度去看的话 陆克来台有些自由形的开放 绝对是对台湾有好处的 我说为什么我用绝对 这个绝对是让大陆的人来台湾之后呢 你可以更自由的去看台湾 你不用说要团聚团出很多限制 增加两面的了解 还有自由形之后呢 很多背报客会来 像今天来的基本上我觉得还是一种小团 还是一种小团的味道 那他来台湾之后呢 很多地方不是在过去团聚团出的路线上的一些商家 或者业者 他才可以接触到这些商机 而且这些都是处于中小企业的 他才有机会接触到这一块的这个利益的分配的这个大饼 那而且这个自由形来之后呢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一方面呢 我们可以获得一个这个商机之外 相对的会督促我们各县市政府 去提升自己的旅游资讯 旅游服务 旅游品质 这个一定是商业竞争回归到市场经济的 那你说外面会不会有什么负面 比如说一般罪权举例的 比如说他就自由台湾不归的啦 或者是说犯罪啦这些 我们是台湾其实是个很小的地方 我们是个封闭型的一个区块 任何人进来台湾你都要经过海关 也许没有指纹 那你总你在进关的时候通关的时候你总会照相嘛 总是有射影 如果他真的有犯罪的话 那也许在当时不会被找到 可是事后一定会被发现的 事后一定会被发现 因为你跑不掉嘛 就是你跑掉你回到中国大陆去 你台湾还是可以掌握谁涉嫌嘛 那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机制 没有人能 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人能够脱离这个合作的 那另外一面来讲你说 滋留在台湾 台湾目前的这个打工的环境 并不是像外界想象的那么好 我们自己都够了 如果陆克来 自己都找不到工作 我们陆克来你说还要在台湾打工 除非是做特种营业 那特种营业他不需要那么麻烦 已经不需要那么麻烦了 所以这些想象有一部分是用预设立场 其实最重要的 对民进党来讲也很多朋友来讲 他可能疑虑最深的是 他觉得经济是不是又更依赖中国了 他们在疑虑这一块 可是你如果放开心胸 用大的角度来看 当两岸这个交流越来越多 不管是各种管道的 越是民间的交流越多越好 越出去了解 其实对两岸的和平是越有帮助的 而且主要是有很多团军团出没有到的地方 很多小地方 你能让自由行才能到 那个时候呢 台湾那么大 其实很多地方也是一次玩不玩的 只要我们的品质做得好 他就会再来的 那是长长久久的 问题是台湾自己本身我们内部怎么做 好不容易会质疑说 绿营在之前这样子是一边骂 不过现在开放之后呢 也可以看到各绿营执政县市呢 也要再赶快抢的路客的商机 也想要来抓到这块大饼嘛 好像看起来其实不管怎么样 之前该讲的话也讲了 不过呢 该抢的也还是要抢 但是绿营的这样的一个质疑 到底有没有他的道理 乃津怎么看 这个民进党的作风 一向都是这样子 就是他一方面批评 但一方面呢 他该要的 他一样也不少 而且事实上对于 不管是开放这个大陆民众 来台湾观光 或是两岸直航的问题 从2008年马英九选举的时候 那时候跟谢长廷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 而且那时候讲的也非常的难听 开放以后呢 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众呢 会女生找无缘 女生找无缘 然后那个而且呢 还说大批的这个路客 到台湾来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公园呢 很多公共场所啊 都会公共环境呢 就会肮脏污秽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的政治操作的 而且是一个非常 看不起人的一种说法 大家知道这个路客 来台湾自由行的 每一个旅客 他们是要有财产证明的 那个标准的规定呢 挺严的 这些要有付出 要有提供这么高财产证明的人 他来台湾 然后留下来 滞留不归打工 然后来这边从事一些 你想象不到的一些行为 我觉得这个是太匪夷所思了 那这个很清楚的 他就是一个政治操作 而且就绿营的执政县市 来讲的话 不只是这个陈局 他已经表达了高度的意愿 要去这个中国大陆 来这个推销观光 就赖清德 他自己也说 适当的时机 他要到这个中国大陆去 可是台南出身的这个立委 就黄伟哲 他们这些人 还是依然用这种角度来批评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 他向来在这方面操作 就是一个非常分裂的一个状态 那今天回到了这个台南之后 他们当地的选民 当地的这个民众 会不会希望说 他们能够多争取陆克到台湾来 特别是这个 特别是台南这个市长 他还在打许的时候 赖清德还在打许的时候 就说希望这个陆克呢 都能够到台南来观光 台南是一个非常和善的这个城市等等 他希望能够摆脱上次张明清在孔庙 不慎半岛的那件事情的阴影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的政治操作 向来就是采取这种两面手法 好 时候也就来解释一下 日营执政现实目前呢 对于现在这个陆克自由行 在内部有哪些的矛盾 而我们先来看 还要再进一步了解是 到底这个陆克 他们来到台湾自由行的时候 他们的心声 他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看今天的北京手法团 有61人 他们是想要去探访台湾的夜店 还有人对南台湾咯 就对于南台湾的赛哥 是情有独钟 而且还有这个女子呢 是专门来看男友的家乡 还有拜访南方的家长 我们带一看节目的新闻 就要出发到台湾 每个旅客都有不同的目的 比如这对年轻小伙子 比较想去台湾的夜店 听说台湾夜店不错 就是 有机会当然要 还有这位领导第一张 陆克自由行入台证的 他叫左立平 是北京一家彩票公司副董事长 第一次到台湾 他专程来看赛哥 我是个性格爱好者 我主要看看就是高雄啊 什么嘉义啊 性格赛哥比较多的地方 你看正好能赶上一场比赛 北京出发61位旅客 其中有玩遍世界各地 就是没到过台湾的83岁老奶奶 还有到台湾首度见男友家长的大陆女生 有点紧张 算是第一次见家长吗 第一次 因为之前可能只在视频上见过 还没有见过真人 大陆官方特别为北京首发团61人举办欢送仪式 自由行第一天共有10个航班加上一艘游轮 共290位大陆旅客抵达台湾 拿着入台证件 他们心里的OS是台湾我们来了 中天新闻的新阳七号北京报道 好我们看到几个案例 这几个陆客自由行来到台湾 其实他们也都有他们自己想要 台湾的景点包括了南台湾的部分 好不过呢刚刚也提到过说 是否现在真的民进岛内部 其实也处在一种分裂跟矛盾的状态 一方面是很担忧陆客自由行来台的冲击 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又很希望观光的收益 能够来促进地方的发展 韵鹏 我想国共会力推的方案 那就一定是民进党比较尴尬的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那我先解释一下刚才乃京讲 那个在四年前民进党 这个谢长廷在讲了说 赤毛红赤毛红这个 主要是在学历跟专业认证上面 那到目前为止 这个还是一个两岸蛮难解的 蛮难去解决的一个政策 所以我觉得那个部分倒不是针对旅游 但是现在不管是团进团出也好 自由行也好 那对台湾来说这是确认的商机 那你可以看到民进党 其实我们自己在行政首长跟民意代表 跟党中央 其实三个不同的角色 大家立场会不太一样 那我认为这个部分主要要迁就 不是迁就 主要要民进党整体要参考的是地方首长的反应 就是陈菊跟赖清德做代表 因为那是确认的商机 你过去团进团出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那些团只会安排在特定的景点 或特定的餐厅 你现在自由行一下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夜市的参访 或坐计程车或一些零售业 过去拿不到陆克的地方 他们会现在很明显的感受到 他们有可能会来 那个选民的压力就来了 我相信陈菊跟赖清德是很明显感受到选民 你希望说他们也要争取 所以才会有那些发言 但是你会看到同学同地方的像台南那边的几个立委 他们还是站在国安其他角度在讲 那个其实四五年前 陈水扁执政时代就讲过了 但是我会认为说在这边凸显出来 选民的压力跟路线的争议的时候 路线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那就是说中国也才使说 如果你民进党不能接受一个中国的话 我就不跟你谈 可是地方政府他还是照样邀请你 民进党的困境就可以凸显说 共产党在这上面的调整 我给你来 但是我还是会给你穿一些小鞋 但是民进党也得去 因为毕竟在地方经营上 这是一个新发生的产业 你从各个角度来看都是这样 所以整体来说 我觉得民进党在这方面 我相信选民也不会要求你接受一个中国 如果你接受一个中国的话 那干脆就加入国民党算了 但是你如何在于说 台湾选民可以接受 你又有能力在2012总统执政之后 可以跟对方谈更大的开放 我觉得这个才是民进党 必须现在要告诉选民说 我们是走这条都这条路线 那个蔡主席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他讲的还不是那么清楚 对方也没有给你 我相信选前也不会给你善意的回应 但是你至少要让台湾的选民 可以相信说民进党的这个立场 蔡英文这个立场 是以后可以跟共产党谈判的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重点 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困境 所以说蔡英文告诉大家说 两岸是我的强项 其实两岸是民进党的弱项 这一点必须要承认 好所以说接下来到底 这个从陆克自由行来看 其实还有这个凸显了 这个蓝营 就两岸这个可以说是发展趋势 越来越开放的情况之下 民进党内部终究得面对这样的问题 如何有一个完整的两岸论述 而县市政府呢 也要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 而他们又要该怎么样 让这个地方的人也可以来接受 接受这观光收益 同时呢他们也要有一个说辞 让大家可以了解说 他们这样的一个方式 真的是为地方着想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忙 回来继续讨论